若曦 你平时化妆吗 平时化 但是我感觉我自己是一个手残党 所以你想不想 在我们跨时代战术的舞台 精进一下自己的化妆期 当然想了 有一个大神来现场指导我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的这位80后的选手 真的是一位大神 接下来我们就来 有请80后选手登场 大家好 我是一张脸 模仿了半个娱乐圈的 百变女王丁兰 跨时代战术 我来了 哇 见到了真的丁兰姐 哇 拥抱一下 经常看你的视频 太荣幸了 来吧 还是跟电视机线的观众朋友们 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丁兰 来自后的徐家庄 今年40岁 旁边这一位呢 我叫丁子俊 今年19岁 这是我的妈妈 那我们跨时代战术的舞台上面 高手如云 请问丁兰姐 你准备靠什么实力 来赢得这次比赛的冠军 我是一个靠屏半张脸 模仿了半个娱乐圈的人 现在我的平台粉丝 高达500多万 哇 半张脸模仿半个娱乐圈的人 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您都模仿过谁 最早的时候是模仿了刘涛的霓皇郡主 单凭这条视频呢 就是播放量达到了三千多万 就是一条视频涨了几十万粉丝 对 我也是因为那个视频认识了 真的吗 对 太像了 对 还访过其他很多影视剧里面的角色 比如说《甄嬛传》的《甄嬛》 《严玺攻略》里面的大部分的角色都有访过 还有就是紫霞仙子 最让我值得开心的就是模仿了刘嘉玲老师 还被他本人亲自翻牌 转发到网上点评说 这个妆比刘嘉玲仿得还要好 太厉害了吧 所以你一开始的是就坚定了我要做仿妆这条路 还是后来忽然一个契机所开始做 一开始真的没有想到说要去做仿妆 什么时候呢 就是我化完妆以后好多人都说 你化完以后就有点像刘涛呢 我说既然网友这么喜欢 那我不行就尝试一下他的仿妆 所以第一个话 刘涛 对 然后就化了 对 对 其实仿妆看起来挺惊艳的 但是模仿起来非常的难 一个仿妆的话最快也要两个小时 比较难的话就可能四五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都有 在我们刚刚看到视频当中 虽然说您模仿了半个娱乐圈 但是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您只模仿半张脸 其实我开始学学化妆的时候 也是只化半张脸 给大家一个冲击感 还有就是最主要的就是 好多人都说 你这个画完以后是不是PS 是不是 修过了 对 是不是修过的 对 然后这样感觉更真实一些 所以那你练习了多长时间 化妆真的很难 因为我没有专业去学习过 就每天关在家里边 就是搜索一些照片 去关注一些美妆博主 去看人家直播 看人家怎么画的 去学 一画就是可能要四五个小时 所以子俊应该在家里面 更多的是见到妈妈不化妆的时候 对不对 对 他在家里基本上就是不化妆 素颜 只有直播和工作的时候 他才会去化妆 但对我来说 他化妆和不化妆都基本一样 网络上有很多好的和不好的 因为我怕他看到之后 心情会比较不好 对 儿子不太善于表达 其实他对我帮助还挺大的 那您说着看 对 因为就是你看我平时直播 就是都比较忙 很少去操持家务 基本上他的话 他可能就给我打包发货 然后还照顾弟弟的学习 都会去管 所以这也是因为妈妈的 看到妈妈这么辛苦 你才在后面付出这么努力 这么懂事吗 其实我觉得这也和成长有关 因为脚的时候 派你起码证 不懂事 他开始直播的时候 我说我想玩会电脑 然后他就不搭理我 他就一直在那边化妆什么的 因为我也一直在闹 观众可能也会在问 这是什么声音 然后突然他就 吼的一声 他打叫我的名字 他吓了我一跳 所以后来在过程当中 也是越来越理解妈妈 对 有没有想着 要带妈妈出去玩一玩 其实我更想让他 买他那个防辐射的眼睛 因为他平时接触手机的时间 非常非常多 基本上就是 每天都离不开手机这个东西 他的眼睛这个视力 我觉得还是需要保护一下 所以儿子的用心良苦 你应该感受得到 对吧 对 对